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没有镜子 不过你得把镜头打过去看一看 小心 那是警测 大家好 大家很难想象我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直播 我的后面的湖的名字叫什么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叫什么 人生就是这么坏事 有时候会有一些巧合 这些巧合你自己的感觉好像是冥冥中间有一种安排 两天以前我从另外一个州 一个山区 到了这个地方 突然发现这个湖的名字叫明镜湖 而这个街道上呢 一条主要的街道 叫明镜街 而这个街上有一个很好的酒店 叫明镜酒店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拿了网友 大家好 大家很难想象我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直播 我的后面的湖的名字叫什么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叫什么 人生就是这么坏事 有时候会有一些巧合 这些巧合你自己的感觉的好像是冥冥中间有一种安排 两天以前我从另外一个州 一个山区到了这个地方 突然发现这个湖的名字叫明镜湖 而这个街道上呢 一条主要的街道叫明镜街 而这个街上有一个很好的酒店 叫明镜酒店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拿了网友给我的咖啡的钱 满了这样一个湖 满了这么一个酒店 满了这条路 开玩笑 我要讲的是 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做节目的时候 正好是我的生日 很多人给了我生日的祝福 我从来没有说得过这么多的生日的祝福 所以借这个机会 我非常感谢大家 52岁 52岁 对我来讲已经不是一个小的年龄了 但是对于明镜火拍来讲 好像是刚刚开始 因为在去你的下巴你的某一天 当我们在为明镜的前途 当我们在为明镜的前途 命运感觉的迷茫的时候 头人有一天 所以我拉向陈小平 勋血来潮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陋的视频节目 没有想到 得到网友那么多的反应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虽然我做网络媒体 也有了几十年 我做成统媒体 有了三十多年 但是网友的这样一种热切的反应 使我意识到 也许视频 是明镜的 新的一次新生的机会 然后在十一月八号 祝你的十一月八号 我们居然 进行了一次长达 七八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把我的哥们找来 把我的朋友找来 把专家学者找来 我们日策 我们评点美国的内场大选 结果出乎意料之外 出乎很多媒体专家 政治家的预料之外 川普当选了 美国出现了一场 成为没有过的新的变化 而明镜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 不断的发生了变化 使我们自己吃惊 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电话 不断的上升 我们的退友不断的上 数量增加 很多人 引用了我们的错误 也有很多人不能引用我们的错误 所以你们必须改 必须改 必须改 我们不断的纠正错误 我们不断的修正自己 然后我们也暴露出来 我们其实是不懂 什么叫视频 我们其实是不懂 什么叫新媒体 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懂 所以我们跟网友一起前进 网友们的很多的建议 帮助我们 不断的改变了我们的缺点 我们开始大家做节目的时候 听到窗外的嘈杂的声音 那是原来是我的办公室 当时我的办公室 为了他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个老板 把我的办公室临仓而立 但是这个时候做成我的演播时代的时候 做成民间演播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场灾难 但是网友们原谅我们这些错误 网友们原谅了我们的画面 经常出现问题 声音经常出现问题 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声音 但是网友们看到了我们人切的希望 能够把民间视频做成一个至少是海外华人 能够看到这个世界 尤其是看到我们的祖国中国的变化的 不同层面的一个新的媒体的出现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开始出现在我们非常简陆的 错误白去的视频上 有个地人看不惯了 有的人说你们太穷了 穷得你中国的一个现文化馆的 或者是现代广播电视台的 谁被害要糟糕 有的人不断地说 我给你投资给你发展给你机会 有华尔街的投资公司 有华尔街的投资公司 有香港的投资公司 有台湾的投资公司 有美欧洲的商人 不能说给你投资吧 给你发展 我会上惶恐不安 我知道这些投资是大多一个 给我们更高的要求 更高的期望 我能不能承受这些投资和希望呢 我在自己没有把握 所以我继续地谨慎地这样走下去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采访到了葛文贵先生 葛文贵先生现在是一个大名人 是一个大的新闻人物 很多人说如果没有明镜火拍 就没有葛文贵先生 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从葛文贵先生最近几个月来 他不仅在接受明镜电视采访 接受其他媒体采访 尤其是他自己的自媒体的直播节目 吸引的人数影响的面 远远超过了明镜火拍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 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 葛文贵先生他实际上是有备而来 他已经准备了二十多年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媒体 已经如此自由 如此宽阔的一个新的媒体世界 一个靠自媒体都会当选 美国总统的川普来讲 他不仅是一个美国总统的选举 是通过新媒体的一个奇迹 而葛文贵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新媒体的奇迹 葛文贵先生不但接受了明镜采访 而且他多次的公开和私下 都希望能够投资明镜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有丰富的经验 而且他是一个超级的商人 他有巨额的资金 他跟我们讨论的时候 希望能够投资明镜非常巨大的资金 把明镜清楚地科长成为不仅是一个中国人的媒体 也也是一个在全世界 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媒体 但是他提出的资金 或者是他固如伟大的理想 使我这样一个小媒体人 感觉到难以承受 因为他提出的资金是5亿 提出的发展规范 比我想象的要宏大很多 当然 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葛文贵先生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名人 而且他跟中国的发展 跟中国现在的政治的变化 已经完全连接在一起 而明镜只是一个小小开始发展的一个媒体 而且依附在社交媒体上面 自己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平台 甚至连现在我们的网站还没有开始建立 所以我们谢谢了 葛文贵先生的一个好意 当然我们是希望很庞大的资金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听到他的 建设性的意见 但是 他是一个新闻人物 我们是个新闻媒体 我们娘者之间 这一等本质性的区别 使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做新闻媒体 尤其是我们的华文媒体 这么多年的发展 为什么始终 不能建立一个 在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呢 其中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的女人的局限 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坚守一些新闻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你有多大力量去坚守它 你有没有在基码的一个界限 对这些我并不是那么的清晰 对这一些我也未必是那么的有能力 完全可以坚守下去 但是我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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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知道一些东西 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 和被采访之间的 被采访者 被采访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不能轻了一句产生转换 不能轻了一句混淆不清楚 尤其 是现在这样一个复杂和敏感的一段时代 民进宁愿做的小一点 也应该坚守一些他最基本的底线 所以葛文贵先生的管理经验 可能还会继续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引导我们 但是他的巨大的资金 我们没办法接受 对于他来讲当然不理解 他当然希望回报民进在他看起来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 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人物 我们通过他的对他的采访 民进也已经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 不需要通过精勤的表现 他是豪情万丈 说你只要打印多长时间 马上的钱就进你的账号 如果没有那个合同也没关系 我可以顾巧给你们一些投资 这些好意 这些好意我们没有接受 也许葛文贵先生 一时也还难以理解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必须小心翼翼 必须更加谨慎 必须更加的 以我们自认为的新闻的原则 来培育民进的发展 在这个时候 我们做了一些很简单的测试 我们想试一试 通过咖啡的这样一种 温馨的方式 我们能够得到网友多大的支持 结果除了意料之外 咖啡已经成为了 我或者是陈小平先生 或者是明镜的 一个最温馨的一个标志 一个最温馨的一个扭蛋 而在这个纽大过程中间 明镜的太友 明镜的网友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能量 使我越来越吃惊 使我变得越来越 不得不卑微 因为有的人 他不仅仅是给你生了一杯咖啡 他更重要的是 表示对你的一种情谊 表示对你的一种支持 而有的太友 主人二话不说 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 当然他也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他就说 里面的摄影机太简陋了 你要什么 你把单子列出来 所以我们开始有了 专业的摄影机 然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些专业的音响 然后我们开始找到了一个没有噪音的摄影棚 开始建立起来我们专业的系统 然后又帮这些太友们 又开始说 怎么建立一个符合美国法律的 专业的 能够帮助民进长期发展的 光是靠我们那些微步的广告收入 那些网友的咖啡赏金 只不足以维持民进的长期发展 很多人从民进这个小小的种子 民进这个小小的幼苗看到了 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海外华人的一个平台 不仅是一个兴起的平台 新闻的平台 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生活的平台 一个全球华人的扭蛋 所以有的人说 我没有多少钱 我能不能把两毛块钱帮助你发展 我当然毫无疑问 我必须质解 必须泄解 因为这是一个退休老人的 微薄的成款 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没办法在今天试试 也是为了还有更多的机会 让我试试这些故事 在这个时候 更多的专业人士 更多的退友 希望帮助民进 做成一个能够长期生成的 专业的公司 然后我想到 也许对我来讲 或者对于民进来讲 首先我们需要的 还不是巨大的资金 几亿的资金 而是需要打好我们的基础 首先是法律的基础 所以我们请了 纽约的专业历史 帮助我们提供专业上的意见 然后我们在很多想投资 民进的退友和网友中间 我们选择了三位投资者 而且三位投资者 有两位投资者 我在办民进伙伴之前 从来不曾经过面 即将有一个投资者 什么合同都不需要 他就跟我打个电话 就是你的人品和才华 让我给你一点帮助 然后就把钱打进了我们账户 吃我大吃一惊 如果我不能以更专业更好的回报 这一等人家给你的帮助 我这辈子怎么面对这样一等热情 在他之前 有一个太友说 我希望给你投资 我什么的话都没说 我就把他介绍给了我们的 胡在投资的第一位朋友 他也是我们的退友 也是我们的观众 他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节目 在运营帮助我 然后他帮助我来处理投资的事情 然后 这位投资者到了纽约 就跟我见了面 跟公司的一些同事也见了面 在车上 他问了一个很简 很简单很直接 好像 又 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他就说 你有很多朋友 我们相信和知道你是有很多朋友 是有很多钱的 很多投资基金的 你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样一个 你并不熟悉的人 成为民进的投资者呢 我回答他非常简单 因为你是我的太友 因为你是我的观众 因为从职日的感觉来讲 我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 而且你的专业 你的背景 会帮助民进走向更好的专业化 是的 民进现在完成的最开始的投资 第一位 第二位和第三位 都是民进的太友 我的太友 都是民进火派的观众 我们为什么这样选择 就是因为民进火派的发展 和最开始的起步 就是靠的民进的网友 和民进的太友 我们现在这些投资 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高速的发展 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 建立一些在开始的基础 因为后面等待的 和希望投资民进的投资公司 也有类似像国文贵行政 这样一个 引有几十亿 几百亿 或者说上千亿投资基金的人 在跟我们讨论 但是我们希望 这些强大的 庞大的资金进来之前 我们的基础更加牢固 我们的法律框架更加完善 但是民进的发展 不仅是靠这些庞大的 投资基金所进来的 巨大的资金 更重要的是 在我看来 民进火派作为一个新型的媒体 它最重要的价值 而且在相当一趟时间 甚至可以说是 永久的价值 应该是 跟网友 跟网友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不断的跟我们的投资的同事来讨论 我希望我们未来 建立的不仅是一个能够 能够迎接大的投资基金的一个公司 而且是能够 建立不同的投资框架 能够使 能够使 我们还可以发展 比它巨大资金的投资的基金 可能对于民进来讲 未来几年的阶段 这些投资的方式 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投资 在今天 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如我们的谨慎和小心 和我们的专业性 已经得到了一些网友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 我们第一阶段的投资 这些投资会帮助我们 聘请更多的同事 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参与 让民进变得从技术上更专业化 从主持人来讲变得更多样化 然后让我们真正的成为 少一些缺点 少一些问题的一个公司 然后让我们的节目更广幻 更多元 能够吸收更多不同层次的观众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神奇 就出现了新媒体 新媒体 使我们了解世界 掌握世界 是以前的人类前所未有的 所以现在在今天 2017年8月10号 我跟大家分享 明镜在过去 这么一些日子里面 大家的努力 大家的帮助 这件事情明镜 开始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开始起步了 但是这仅仅只是起步 明镜未来 将会怎么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 不仅是网友支持我们 更重要的是网友监督我们 还需要的是网友参与我们 我就在网友们的参与 才能真正决定明镜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